你好 東森體問 我們有三個問題 首先是先問這個埃及霸的部分 他的基因定序目前還會出爐 是因為他的病毒量比較少 所以在定序上相對困難嗎 然後再來問到是 這個Delta變異株的潛伏期短 新加坡是在10號的時候 宣布密切接觸者的隔離期 要從14天減到10天 國內這邊會不會跟進 另外我們想幫新聞台問一下 就是主播在攝影棚裡面 其實和攝影師有維持 兩公尺以上的安全距離 那對於新聞主播的部分 可不可以拿下口罩播報新聞 謝謝 剛才講說新加坡那個是 因為變異株的關係而縮展 還是因為打疫苗的 是有打疫苗的縮展 其實新加坡針對Delta 已經做過兩次的那個潛伏期 跟這個居檢的調整 他們在5月第一次面臨Delta入侵的時候 一度把他們的這個隔離期拉長到21天 那後來因為觀察他們自己本土的資料 發現說潛伏期並沒有比14天更久 所以又調回 在大概6月到7月之後又調回到 只需要14天的檢疫 那現在是他們可能根據這個 他們自己的觀察的資料認為可以再縮短到10天 不過我想我們從每個禮拜跟大家公布的 這個定序的結果 還有病人的狀況來看 我們確實也是有 這個10天到14天之間 被我們驗到或者是有發病的這個 Delta的個案 所以我想我們就這個要縮短這件事情 來講 還是要非常的省慎來考慮 那埃及 第六問 埃及他的這一例 大家可以看手板的話 他的CT值確實是非常的高 所以在做這個定序來講 也是屬於比較困難的這個部分 我們還是會去嘗試的去做定序 那至於就是說 剛剛先跟大家報告的那個兩個定序的 結果 是因為他現在是 算是相對感染源比較沒有那麼那麼 清楚的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會給他有點像插隊一樣 先進來做 然後才可以讓這個結果比較早 可以讓這個我們的公衛團隊可以知道 之後來盡速的做一些處理上的調整 定序 定序其實也是有點複雜 然後有一個是完整的病毒的完整的定序 有一種是 就是這個 S蛋白的完整定序 那或是S蛋白的部分的定序 那我們現在因為大家都覺得很需要早一點 知道結果 所以有更進一步的方式 就是幾個重要位點的直接的定序 直接從那個位點有沒有突變 然後來確定到底是 會是Alpha或是Delta 所以剛才 多副在會當中收到的我們這個 相關的資訊裡面 其實是用最快速的 位點的 特定位點的定序方式去認定 好 那至於在新聞主播 我們沒有就是說特別 特別要求要 但是社交距離是要的 因為那到底屬於就是說出外 我們說出外一定要戴口罩 那第一個戴口罩當然一個是保護自己 第二個是避免傳染給別人 那如果社交距離夠 應該是夠了 那另外一個是主播也有很多的一個對社會 的一個ROMA 就是一個示範的一個效果 那現在疫情還在這樣子一個扑梭的情況 那請大家忍一忍 也許我們很快就會來明文來規定 可以不用在一定的社交距離上 不過我覺得現在 主播都戴著口罩 對大家提醒說 隨時要戴口罩的效果是蠻好的 所以當然發揮一點社會的示範的功能 不過這個 這一段這幾波疫情比較清楚 以後 那我們會來了解大家的需求 那進行來把它放鬆